南韓星期四凌晨再錄得14宗確診個案 令到總確診人數增加至122人 其中一人是一個40多歲的孕婦 早前先後接受兩輪病毒測試 結果分別是陰性和陽性 去到星期四凌晨 他接受第三輪病毒測試後結果呈陽性 成為南韓第一位證實感染新沙士的孕婦 南韓新沙士疫情日趨惡化 嚴重打擊南韓旅遊業 在人村機場裏 近日隨處可見到有不少出入境旅客都戴上口罩 據南韓旅遊發展局統計 由6月1日至9日 當局錄得大約67,700個外國遊客取消前往南韓 而單單在星期二 就曾經錄得大約11,300個外國遊客取消前往當地行程 這些遊客當中 有接近7,000人是內地遊客 2,300人是港台遊客 으며 случа